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妈妈被警察抓走了 我们回来 李宗盛 他绘画了 如今他身陷淋雨 做女儿怎能不难受 不心疼呢 一个人在这里真的很痛苦很无助 我是希望我妈妈无罪 我也相信我妈妈无罪的 今年读小学五年级的唐俊 上个月在社交网站微博 发出了一个为被捕母亲求救的讯息 我跟妈妈从这里走过来之后 就是在停一辆黑色汽车 黑色汽车上下几个人 然后把我妈妈拖进去 这次不是唐俊第一次目击妈妈被公安拘捕 而她也明白妈妈出事 是跟五年前他们住的地方 被发展商强行拆迁有关 因为那些没经过的话 同意就偿差的房子 帮我送那是违法的 所以要讨回公道 我住了帮我没有做多事 他们就是偿差的房子也不给我们一个说法 然后就是房子也不配给我们 还送些礼物给高级 当大官的人 让他们不把这些事情办了 五年来 唐俊的妈妈蒋雪华多次到北京上访 结果上个月反而被常州公安局 以扰乱公众秩序罪名行政拘留十天 代表律师申请要跟他见面 都遭到拒绝 有违法行为 那么应该有违法行为地的公安警方管辖 也就是北京警方管辖 长州警方怎么管辖的 事件本身就是地方政府 对上访群众的打击报复 他老公早出晚归 早上五点多钟就要出门 小孩每天早上都是自己出门 然后自己回家 等后家里的大人回来做饭 才能够吃饭做作业 所以这个事情对小孩的影响 应该是比较大的 明显感觉到唐骏的这个小孩很胆小 在那种人多的地方 对他提问的时候 他声音很低 很怯弱的那种 这个是和小孩他现在的 就是年龄是不太匹配的 一本来自然要开始 越南越就找不到 越南越是一本来便宜 在哪儿 越南越市有说外 越南越是木鶏的 越南越北 他现在把他治安拘留了 治安拘留应该通知家属 因为按照规定来说就是应该通知 拘留还是小小花自己通知我的 我妈昨天朝今天都打电话都是关机 比如说他要把手机来收了 他打电话回来是告诉你什么 就是第一次打电话就告诉我 就是说就是什么被关键拘留所 就是让我都跟我说一下 然后过十天就放回来 那你现在想妈妈吗 想 廖敏悦曾经因为反对妈妈参与维权运动 以导致她和妈妈的关系变得冷漠 我当时很恨我母亲很恨我母亲 当时就说我估计到了以后也不会明白 为什么你可以把我抛弃 然后去管人家其他人的事情 不过自从妈妈刘萍四月底 因为要求释放政治犯而被公安拘捕之后 她反而挺身而出为妈妈辩护 我处在女儿的角度来说 我不支持她是因为害怕她被打 被殴打被陷害像现在这样被关 但是作为一个就是中国的公民来说 我觉得我母亲做的是很伟大的 刘萍原本是一个下江工人 因为经常声援各地维权事件 又在前年以独立身份参选人大代表 因此经常被当局打压 我在学校就是打她电话 就是从早上开始打 打到晚上一连打几个月 就一直是关机关机 后面打终于打通了她就说 喂 怎么了 就声音就特别的那种 就是无力的那种感觉 我就知道她又被打了 如果看自己父母 天天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生活在世界上 你会觉得做儿女 而且做儿女一点能力 帮的能力都没有 就觉得自己很没有用 很难受 很心酸 四月底 刘萍被当局 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 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 和妈妈失去联络的廖敏月 上个月趁暑假回乡下江西新鱼 希望见妈妈一面 有 因为我父亲是警察 然后我母亲又是维权人士 两个人就是水火不容 然后我父亲就说 他就这样跟我说 他说你母亲这次百分之百要被关 没有什么人可以帮我 他们都觉得我现在应该是承担了 你应来承担这些东西 可是我今年才二十岁 就是刚成年才两年 我真的是不想承受这些东西 但是我又不得不承受这些东西 我觉得我母亲没有犯法就是没有犯法 我母亲无罪就是无罪 我妈妈真的喜欢我 妈妈真的喜欢我 我放学的时候就一出门 看到妈妈在那里等我 唐俊的妈妈被拘留已经四天 音信全无 放学回到家 只剩一个人 令她特别挂着妈妈 这天妈妈也没帮我父亲自己在家看看书 我通常就会在想 妈妈为什么不回来帮我父亲 然后前面的东西就忘得差不多了 来 吃个蛋 你倒过去了 哎 吃不了肯定要倒点 懂啊 嗯 吃我吧 周莉 吃我吧 心情比较宽散一点 也要担心她 也要关心她 一个是学习上面 第二个她的内心 我觉得她的居住多了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如果家裡沒這麼動盪不安 如果沒有拆遷這回事情 說不定是另外一個樣子 在家裡的時候 當初也不會作聲 或者會找媽媽 就是想睡覺的時候 就是總睡不著 我就是害怕 害怕我媽媽關心學校 要過很長很長時間才出來 我已經有四五十天沒有見我母親了 就是從前天開始 就是正式被檢察院批捕 就是以非法集會罪名的起訴 廖敏玥的媽媽被捕之後 她一直都很擔心 上個月大學開始放暑假 她就馬上由安徽回到江西家 在家裡打聽媽媽的消息 蘋果已經爛了 怎麼這麼大一個字 家裡一個人都沒有了 地上亂七八糟 就跟很多年沒人住一樣 我覺得這真的是不像一個家 就覺得失落感特別大 很難受了 前段時間我就一直害怕她被打了 很擔心 然後覺得她的身體應該是符合不了 我在幸運市看守門口 就是看一眼那個大門 我只想看一眼 我母親被關在甚麼地方 你就算是見不到一 就哪怕只有萬分之一的可能 也是想去一下 鏗槍集記者跟她去到看守所附近 立刻就有公安出來阻撓 我當時是很生氣的 包括他們後面叫我的父親來 我父親當時又想打我 然後已經手都快仰起來 因為我父親也沒有辦法 他是公安局 他說做公安的爸爸 當晚趕到派出所 強行要把他帶走 父女為了媽媽的事 再起爭執 你要跟我講 不是 我父親的外國再問你 你 你父母想站起來 父女關係 你就站起來 我問了我父親講這些事情 你要是你要跟我帶這 父母親 你母親在這幾次 是少 是少 他沒有罪 有罪沒罪 我問了你說 你們現在回到幾個醫院 他 你從小的被那個 精快體的身體利用 你們到時候也不一樣了 我以前五顆 就沒罪我嗎 可以嗎 是 唐俊的妈妈蒋雪华 因为被强行拆迁 去北京上访之后 被常州公安拘留了十天 这天他终于奇门获释 最想见到的就是儿子唐俊 可思考我了 许许许可思考我了 应该是 那我儿子应该在家里 做母亲的肯定会担心小孩 那个警察手续我车 他骑到我儿子 他问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你这样 你儿子会不会被犹豫症啊 我说有你们这样的责法 我说有一个未成年的人 在协长你们就这样抓我 我说你有没有想过 对我儿子造成什么样的阴影 就是有忧郁症也是你们造成的 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为什么要当着他的命抓我呢 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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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尽量多留几天 我儿子去学校的考完试 说是去夏令营了 两天后才能够了 他就是闷闷不暖 也很不开心嘛 平常就是这次从北京来 他就抱着我 说妈妈 你能不能在家陪我几天 我说我尽量多留几天 等你考完试我再走吧 我说 哪知道那个 二十六号 在门口就被抓了 当时我就在那个铁门外面 我都没有能够开一个门 让我儿子进这个家门 生亡人们基本上都没有在家里 家不是要家 五年前旧居被强行拆遷之后 蔡雪华就一直上房 想讨回宫 这次是他第四次被公安拘留关押 他担心自己的遭遇 会为唐晋的成长带来负面影响 他在学院里有影响 同学也会欺负他 好像唐晋就是患人家的小孩 有一次我去接儿子 他同学就说 进居留所的都是坏人 你看他的同学都这样说了 我儿子也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因为在他的脑子当中 警察抓的都是坏蛋 我三天两头被那个警察抓 他能辨别我是好了 坏了吗 你说我怎么样来 把这个事情的本质来讲给他 我只能跟他讲你不要怕 不要怕的理由是吗 我也说不清楚 真的 我只能说你这个不要怕 妈妈总归是没犯法 我只能反复地跟他讲 妈妈没犯法 我只能把我和你都讲 我真的没有犯法 在她的地方 我参加她的地方 我只能用来看 我会有一个小孩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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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会想要来看 廖敏玥見不到媽媽 這天去了探望最痛疼自己的外婆 她說自從媽媽被捕之後 80歲的老人家一直擔驚受怕 我找酒提包你 在這種地方活下來真的是很需要勇氣 到處都是欺壓 到處都是官員貪污 到處都是語言的那種攻擊 到處都是肉體的攻擊 我母親被判刑的話 我還是會走她的那個道路 會幫助其他人 然後繼續她的參選路 我覺得我的母親應該是很偉大的 她幫助別人沒有錯 她做的東西都是無罪的 就算最後只有我一個人在為我母親生冤 我也會繼續走下去 她們兩個有多久長年了嗎 兩三個月吧 有這麼久啊 她的性格有一點沈默 沈默寡言這樣子 我平常也希望讓她出去 都跟小朋友接觸 跟同齡的人接觸 不要養成那種真正性格有陰暗的一面 有三四個月跟媽媽沒有去外公園了 那就很開心 你對我什麼人意外吧 希望我做什麼 你在家陪我 在家陪你啊 嗯 還想做些什麼 蛤 為什麼媽媽沒有發疹 我警察要抓了媽媽 這個啊 這個媽媽怎麼說呢 因為你那個 有些事情你還是不太懂 我只能告訴你媽媽沒有犯罪 有些事情你大了你就會知道 知道吧 你大了你就會知道了 多講她不一定能理解 再說 現實跟她所學到的 有衝突 我還不敢多講 講了會那個趕別她的想法 所以我還是讓她同理的時候 能天真一點 也是一個好事吧 我請教她 有聖書 童從來 你沒想到 你很小明天 有什麼事 在你的家裡 你還能理解 你對你的家裡 太陽 在我家中 你很害怕 接着是东张西望